新北市政府这几年推动老人共餐 不少礼办公处、社区以及宗教团体都加入 一起关心长辈 而在系纸的长老教会也成立社区松年关怀站 不但安排健康课程 老人共餐也办得有声有色 因此特别受到新北市政府的表扬 这一天系纸区长带着新北市政府的感谢状 来到系纸基督长老教会进行表扬 因为为了关心社区长辈 教会是特地成立了社区松年关怀站 举办以来包括每个星期安排不同的课程 有健康活力操训练长辈的接耐力 也让他们动动脑减缓退化 中午时间到了也安排共餐 让长辈轻松吃饭聊天而迈入第四年了 这次受到新北市政府的肯定 他们也很开心 很高兴有这个荣幸 就是代表系纸教会社区松年关怀站来受奖 对那我们关怀站是2018年成立的 成立的宗旨就是希望说长者进来教会的关怀站 能够健康快乐 身心灵都健康 心里平安 有上帝的祝福满满 对那谢谢今天区长丽林教会来颁发这个 共餐的基优奖状 体操或什么活动 然后再就是医学讲座 医学讲座我们就是老人共餐 因为他这个成立就在我那个里里面 我跟我那个营华族60岁的那个老人 一起大家一起上这种节目一起共餐 因为礼跟教会是结合的 教会都希望附近的礼 礼民的共同来参加 有静态的健康奖座 有动态的接力训练 欢乐打击乐等等 系纸教会社区松年关怀站 2018年成立之后就持续关怀高龄长辈们 其中共餐则是选择卫生安全的餐厅 供应符合长辈营养需求的餐点 这份用心系纸区长陈建民 也特地颁发新北市政府的感谢庄 很感谢我们系纸长老教会 其实长期以来都一直很支持 我们整个市府的政策 那在社区关怀这一块 针对长者其实都付出的很多 那不管在课程的安排也好 还有老人共餐的部分 也是很希望说当疫情稳定之后 那大家其实有空 其实都可以加入我们教会的行列 因为其实这个部分 真的他们做得非常的好 那系纸 那个其实我们在这一块 其实也都有很多的教会 里长们其实也都共同在努力 新北市政府这几年推动老人共餐 不少礼办公处社区及宗教团体都加入 这次系纸区长也针对社后教会 系纸长老教会及文化礼服 新宫等三个宗教团体举办共餐 颁发感谢状感谢他们对长辈的关心 就从慧玲希子猜风报道